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美股日记YouTube频道 今天是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 今天我们给大家首先分享一下美联储对2021年的经济预期 以及当选总统戴登今晚将公布的预计有高达1.5万亿美元的经济次级计划 最后我们会推荐两支5G概念股 欢迎大家订阅投资美股日记YouTube频道 本频道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意见 美联储在昨天发布了一份报告 因为新冠疫情的持续爆发 美国一些行业的业务放缓 美国经济在2020年的最后几周仅略有增长 该黄皮书称来自美国地区的报告显示 零售额以及酒店休闲业的需求都在下降 制造业、房地产业等其他行业保持强劲的势头 美联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描述不如去年12月2日的黄皮书的预期 当时经济决策者曾将经济增长描述为适度或温和的 随着当目前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的激增 2021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 昨天美国发生的一件政治大事件 是特朗普被美国国会众议院第二次弹劾 有十位共和党议员加入了所有民主党议员 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 拜登也在昨天晚上发表声明 他在声明中写道 今天众议员行使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投票弹劾总统 追究总统的责任 这是由遵循宪法和良知的议员进行的两党投票 这一程序将提交给参议院 不过呢 他希望参议院在1月19日 复会之后呢 除了讨论弹劾特朗普 即使他已经在将要在1月20日下台之外 还要呢 能够通过他所提出的第二轮 就是说2021年 第一 在2020年的两轮经济刺激法案之后 2021年再通过一个高达1.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其中包括对民众的补贴 以及对各州市政府财政方面的资源 他希望在参议院呢 在审判特朗普弹劾案的同时呢 也能够通过这个2021年的经济刺激法案 下面呢 我们频道呢 给大家推荐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5G基建网站 股票 一个是Lokia 一个是Erikson 这两个大家都知道是 从90年代开始 都是在这个通讯行业 都是具有很领先地位的 当然在2000年之后呢 被华为超过 但是呢 由于华为目前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限制 Lokia和Erikson 这两家企业呢 得到趁机得到一些 随着5G的推广和5G 基本设施的需要 这两家公司的业务 估计在今年会有相当大的增长 就在今天 Lokia和谷歌宣布合作 为谷歌云客户提供5G服务 这一个大家也可以从Lokia 过去一年来的这个走势 股价的走势可以看到 在疫情爆发的 刚刚爆发的2020年3月份 跌到谷底 只有大概 在2块5毛钱左右 然后呢 在去年8月份 一度突破5美元 然后呢 之后呢 又因为 它的领导层的变动呢 也跌到 大概只有3块2毛5的价位 这是11月份 但是呢 现在可以看到 股价又慢慢 回升到4美元之上 今天受到这个 同谷歌合作的消息的影响呢 一下子又涨了大概6% 达到4块2毛3 所以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 关注一下这两家 对于各个运营商需要 扩大5G服务 必须要 特别是在美国和西方的 这些国家 他们必须要同这 两个最大的 5G供应商合作